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节目是以模仿四大天王为主题的歌唱比赛 所以陈山聪也因为模仿了刘德华的《长夜多浪漫》 被刘德华赏识 之后更是成为了刘德华公司的一名偶像歌手 出道后的陈山聪也发过几张音乐专辑 但是反响平平 加着刘德华公司的倒闭 陈山聪被迫退出歌坛 把经济合约转迁到艺能娱乐 同年《向华强》的《永生电影》 准备开拍一部电视剧《开心出家人》 陈山聪得知后动用了所有人脉 获得了男主角的机会 可惜这部电视剧没能让他名声大噪 反而暴露了他自身的真实人气 于是他失业了 那段失忆的日子他放下身段 转行在古着店美华市售卖二手衣服 也就是在这段日子 陈山聪遇到了自己的第一任妻子 杨杜平 杨杜平是时装设计师 比陈山聪大12岁 有相当的财力 两人相识时仅是普通同事关系 偶然间杨杜平发现 陈山聪设计的衣品非常高 便常来探讨 时间一长 两人便很自然走到一起 杨杜平属于典型的 弦内柱类型女人 早年 陈山聪想要发展时尚事业 杨杜平便出大钱 与他在尖沙嘴 合开时装店 女方占股份比例的大头 后来 陈山聪想回到娱乐圈发展 身为女友的杨杜平并没有阻止 反而甘愿把这段恋情隐藏起来 2000年 在朋友的千桥搭线下 陈山聪加入TVB 可惜在众星云级的TVB 他资质平平 长得只是一般帅 机遇寥寥 从2001年到2007年间 他陆续出演了 《街大欢喜》 《绿正新人王》 《大唐双龙传》 《法政先锋》等剧 均是只活几集的酱油角色 直到2008年 他与女友杨杜平秘密结婚 同时得到TVB高层赏识 2009年2月 电视剧《雪景狙击》播出 陈山聪在剧中 饰演有些癫狂的反派角色 左轮哥 备受人们关注 2010年2月 电视剧《女王办公室》播出 他又因穿搭私人服装 获得了观众的一度好评 香港网民大赞他 穿搭构潮 人气获得急声后 TVB马上热捧 让他在电视剧《施宫其案2》 《万皇之王》中 担任第二男主角 正当他事业刚起飞时 却在2012年初 拍完天梯后突然吸影 理由当然是为了女人 只是这个女人 并非是妻子杨杜平 而是赌王之女何超云 何超云是赌王三房长女 那么问题来了 陈山聪这样一个小演员 是如何搭上 与他身份条件完全不符的 赌王千金呢 这事儿得从他二哥说起 陈山聪是家中的老妖 有两位哥哥 四位姐姐 他家最出色的一位哥哥 名叫陈山海 陈山海不仅继承 父亲经营的纸品生意 更是瞄准时间 从这一威力行业拓展至运输业 成为好几间物流公司的老板 近年 哥哥的生意越做越大 已经涉及到房产界 餐饮界 而陈山海事业发展如火如荼的关键 除了自身的能力外 更因为 他找了一位好老婆 有澳门贝尔后之称的 李璧君 李璧君在澳门 是有权势之人 有这样一位 经常出入澳门各大酒局的好嫂子 牵线搭桥 想认识赌王千金何超云 也不是男士 根据港媒报道 陈山聪未追求赌王千金 在情人节当天领证离婚 晚上便拿着离婚证 心形蛋糕和九十九支玫瑰 去找何超云表明忠心 这种令人不耻的行为 引起陈山聪众多朋友的不满 与他一向以气姐弟相称的 吴永威与好友陈敏之 气愤不平 公开发布声明 历称已经四十八岁的杨杜平 正式决裂 但此时 刚攀上豪门的陈山聪 岂会听人劝 毕竟 当时他已经三十五岁 在TVB的底薪 仅是从六千港元 升至现在一万港元 一度连飞机头等舱都不敢坐 可攀上了何超云之后 又是配三十万的豪车约会 又是让他住进 月租十二万港元的杨明山庄 坐飞机都去头等舱 鞋子 换成价值过万的LV 也不用高强度的拍戏 一度膨胀到 在社交平台上 公开数落 TVB三大高层之一的乐毅灵 TVB内部流行着一句话 跟着乐毅灵有肉吃 陈山聪这一时冲动 差点就把自己的事业给搭上了 后来还是何超云做中间人调停 才平息了他的怒火 与表面风光的陈山聪相比 前妻杨杜萍就落寞不少 据说 当时已经48岁的杨杜萍 在离婚后 没能承受住压力 不仅把自己锁在房间 茶饭不思 而且也不跟外界交往 然而豪门之路 不单是表面的风光亮丽 看似拍上豪门的陈山聪 其实才是付出最多的一位 为了讨好何超云 他对自己也是够狠的 首先是杜绝与异性一切肢体 眼神的接触 例如在拍摄天梯时 他就拒绝各种床戏 吻戏 在拍摄《万皇之王》期间 陈山聪与胡信尔有一段吻戏 结果那集播出后 何超云当街连扇了陈山聪几巴掌 因此在两人交往期间 陈山聪脸上时刻摆着一副 女性勿扰的嘴脸 其次是无条件投其所好 2011年 在英国读设计的何超云 突然转行做男装生意 开了一家二手服装店 原本就当过设计师的陈山聪 头其所好 甘愿当何超云男模 只不过何超云的设计品味 根本不堪入目 加上那两年 陈山聪基本不用工作 只需要跟何超云吃喝玩乐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发福 结果陈山聪的潮男形象崩塌 媒体纷纷以妖男一词来形容他 不过在他如此配合的攻势之下 何超云也昏了头 坠入情网 两人爱的热火朝天 除了在社交媒体上经常大秀恩爱外 还互相纹身 一起度假 此时 陈山聪踏入豪门 只差临门一脚 那便是把何超云的父母 也就是赌王何鸿燊以及三太太给搞定 当年赌王连陈百强 这种香港顶流明星都看不起 更何况是陈山聪这种三流艺人 陈山聪确实有本事 曾几度登堂入室 可惜一直未能成功 尤其是三太 出了名反感子女与娱乐圈人士谈恋爱 在最初两人相恋时 三太太甚至不惜采取切断资金 勒令回家等强硬手段 棒打了这对鸳鸯 但陈山聪岂会放过快煮熟的鸭子 她不惜透支信用卡 来维持与何超云奢华的恋爱生活 这时间一长 三太太也对陈山聪改观 2013年2月 三太太接受媒体采访公开表示 已经准备好接受她做女婿 只看女儿的想法 然而两个月后 何超云突然之间 称呼陈山聪为陈生 疑似分手 同时 在社交媒体又放了一张新型图 并留言 love等于money 随后 港媒透露两人分手 并且爆出 陈山聪被甩后恼羞成怒 向何超云索要千万分手费 自此 陈山聪成为香港 澳门 两地人民群众心中的笑话 被称为四师聪 即是女友 是视野 是形象 是金钱 与何超云分手后 陈山聪失踪了一段日子 2014年 陈山聪接受采访 谈及那段失忆日子 她说去了朋友公司打工 混了四个月 依然遭到旁人冷眼相待 后来一度彷徨的她 通过夜跑的方式 逐渐改善身体与心理状态 最后才走出阴霾 恰好当时TVB人才流失严重 缺乏中流砥柱 2013年底 陈山聪攀上曾丽珍 才回到TVB发展 由于何超云的绯闻 令陈山聪知名度大大提升 黑红也是红 她并没有再次从龙套当起 而是得到监制 李天盛再次重视 在官场服饰会 成圣祖基 同盟等局 事业难而好 事业逐渐回暖的陈山聪 也迎来新的爱情 就在跟何超云分手后的一年 她经过朋友介绍 与经营美容生意的圈外人 何丽萍相识相恋 女方善解人意 说话温柔 还尚得厅堂 下得厨房 更重要的是 何丽萍不介意她的过去 2016年7月 一周刊爆料 何超云透过TVB艺人 郭正宏会面 欲想与陈山聪复合 可惜遭到拒绝 2017年TVB台庆 陈山聪凭借 同盟中饰演令千佑一角 荣获最佳男配角时 一落泪感激女友何丽萍 在低谷的支持 经过几年时间的努力 陈山聪再次得到高层重视 2019年 她在电视剧金箫大厦 首次当男一号 分别饰演警察刘旭辉 与保安肖伟明 没料到 这部悬一剧 在香港与内地都爆红 成为近年评价最高分的港剧之一 同年11月1日 43岁的陈山聪 已拍拖5年的女友 何丽萍结婚 2020年4月 电视剧18年后的《终极告白》播出 这部剧也让她小火了一把 同年7月 她又迎来第一个孩子 可谓双喜临门 经历了豪门梦碎 形象跌入谷底之后 陈山聪终于成功闲鱼翻身 事业爱情两得意 只是 从16岁就出来混娱乐圈的她 直到40多岁才懂 靠天靠地 都不如靠自己 这个硬道理 那么 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了 请您点击订阅 打开小铃铛 让我每日准时为你播报 明星的趣闻趣事 我们明日不见不散